台南本届立委选举 5个选区共有23名候选人 23抢5参选爆炸 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淑慧连任失败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林俊宪 以74,787票自行宣布当选 陈淑慧只拿下40,935票 相差2万多票 陈淑慧抵达总部时 一一向支持者握手致歉 现场气氛凝重 他表示 这次在第4选区里 输的票数悬殊很大 他本人觉得很惭愧 也对不起所有的支持者 且失去了台南市能够制衡的力量 但是以第7届跟第8届 在第9第4选区里面 输的票数 这次本人输这么样的数字 我觉得很惭愧 我真的很对不起 在这个选区 所有好朋友们 对这一次 力保 这一席 能够在台南市 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陈淑慧哽咽说到 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除了大环境的使澜 没有办法以单一的力量 扭转乾坤之外 当然还有选务的策略 是有待加强的 此次败选 在大选之后会好好整理并且反省 那是不是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除了大环境的使然 我们没有办法单一的力量去扭转乾坤之外 我们当然还有许多选务的策略 是不是也有待加强 我想很多败选 而且数字差这么多 很多的因素 我们必须再整理一下 陈淑慧的竞选总部门口 原本的高票当选 已换成鸣谢次票 林俊仙顺利击败对手陈淑慧 首度挺进国会 台南五个选区 全是由民进党拿下 虽然陈淑慧尊重民意 但还是不禁地感慨 台南失去制衡的力量 记者林佑春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